曾经的山西首富李正慧被称为第一败家子 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你看看 这咋胖的 这头发 哎呀 你瞅 这照片是不是就像一个顽固子弟 实际上呢 人如其名 嘎嘎 贴气 他是1981年3月8号出生 山西省文喜县人 关键就是他爹很行 叫李海仓 给大家看 再看一下照片吧 他爹和他两个人吧 明显不一样 你看 其实这个父子挺像的 但从这个气质各方面 你看这不一样 人家老李一瞅着 叫啥 就是一个干正事的人 挺有能力的人 那个李正慧一看就是个顽固子弟 特别像 嘎嘎像 李海仓可李海仓 他是号称民营钢铁大王 1955年出生 他跟很多富豪一样 也是号称从小特别穷困 白手起家 这个咋就不去研究去了 1992年 他创立了山西运城海星钢铁集团 经过十年的发展 他的公司成了山西的知名企业 贡献了当地三分之一的税收 就文喜县的官员都公开说 咱们这一之三餐里面 有一顿饭是海星给贡献的 他当时个人资产几十亿 20亿左右吧 这个还没有确切的数字 然而他的宝贝儿子李赵慧表现不怎么样 为什么叫李赵慧呢 赵就是一个好赵头的意思 慧呢 是学什么都会 老李就这讲了 西洋太尔的很聪明 啥本人一学就会 结果呢 反了 这哥们从小学啥都学不明白 尤其是学习成绩 连高中都考不上 老差了 你说你学习不好吧 你要听话也行 不定 在家里面不听话 在学校不服管 后来给他送一个封闭学校去 那家成天那个跳墙砸门逃课什么的 就各种租 实在也没招了 尽重呢 他家里就把他送到澳大利亚去读书去 那没办法 在国内都考不上考题 是吧 到国外混一个文凭 是不是 那年代都这么干 好多这个富豪都这样 你问他那孩子学习行吗 啥啥不会的 就送国外读书去 结果到了2003年 突然出现了一件大事 惊天大事 导致李昭慧他的风雨人声从此开启 他爹被人给杠掉了 这是一个案子呢 一个曾经震惊了整个山西城的行事大案 时间是2003年1月22号中午11点40分 他爹被一个发响 一枪打死在办公室 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人名字叫冯尹亮 他们俩吧 从小关系特别好 这个冯尹亮 他之前是搞造纸厂的 他做这个企业比李凯昌做的要早 而且他当时做成功了 这李海仓成立这个海信集团的时候 就是整个钢铁厂是没钱 这个冯尹亮给了他40万 90年代初给了这么多钱 是给还是借点 那种事 当时是给他提供了资金 这样的话 这个李海仓干了吗 结果到后来吧 老冯干失败了 干啥啥赔呀 最后就不行了 然后他就想找这个谁 找这个李海仓就要钱了 意思就是当年你看我帮着你吧 现在咱兄弟不行了 能不能拉去吧 那怎么拉你啊 你就给我点钱 就给你钱呢 你因为现在不行 一张口夸我就给你钱 不干 后来呢 这个冯尹亮也觉得可能不太说得过去嘛 然后他就整了一个破资产 这个东西吧 一块地不什么的 也是就想拿这个东西 还是一个厂的 我记不清了 就相当于一个资产的吧 然后大幅度加价 就意思说 其实这东西本来就是不值钱的 就一万两万这种 然后我直接翻十倍二十倍 我给你 卖给你 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是白抄你要钱 也不是白给我 但是呢 你就当一个医院大头 也帮修你保 李海仓还是没干 那还了得了 你这么整的话 我关的心情 再说了 我这企业也不那么容易 我现在下面九千多人等着吃饭呢 他的员工那数是九千多人 我就这么给你啊 我别人给不给啊 死货不干 然后这个冯隐量就急了 反正我现在烂名一条 我不快去了 是吧 既然你这么不够兄弟情义 那我就干掉你 也是吧 当时有很多富豪就这样 其实跟那个李嘉诚也很像 他们呢 你别看着说在当地身价特别高 然后很有钱 没有保镖 然后管理很松散 这个冯隐量直接就进了他的工厂 然后到了他办公室 在屋里头 进去啪叉一枪 完后之后引淡自己 人家他也自杀了 所以说这个案子吧 就这么定了 没有办法 然后呢 这个企业怎么办 是吧 那么李绕会呢 他就火速的回国 开始处理后事 他们这个海星吧 你别看他是这个集团公司 但其实呢 他内部就是一个家族管理模式 就李海仓 他说的 下面的什么那个 呃 总经理啊 各种人呢 采物啥所有人 都是他家的亲戚 就李海仓他的这个几个兄弟啊 姐妹啊 什么的 内部人 占据了主要的管理屁股 最后吧 经过一番纠缠 28天就决定这事了 李肇会他们这个海星集团的人 在北京的赵龙饭店 正式宣布 小伙才22岁啊 他就成为了海星集团的董事长 接他爸这班 这个理由很简单 人家为人家 这个企业就是他的 紫成副业 有什么没毛病吗 你放在皇位来讲 是不是太子接班很正常 就这样 况且从股份来讲 人家股份是最大的 李海仓他当时拥有90%的股份 他突然离世没有遗嘱的话 他这个股份是家族的父母 配偶 加上子女平分呢 那么他父母在分了五分之二 他的两 一儿一女 就是李肇会和他妹妹 再加上李肇会他妈三个人 五分之三 总数也超过50% 人家还是董事长 所以说呢 他就是22岁 直接上大位 名正言顺的上大位 那么呢 这时候呢 他一上位 大家都觉得 你啥也不懂 你22岁 当时在澳大利亚上大学 你只是读大三 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学的什么市场管理 那破东西 对不对 你就钢铁行业一下不通 然后现在虽然让你当董事长 你不就是个傀儡吗 实际这个大权 还是掌握在其他人手里面 可是呢 没有用 经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 这个小李啊 把所有元老 通通扫地出门 全都干走 然后呢 就开始发展海新 做大做强 确实在这个两三年时间内 他把海新集团搞得很不错 咱们简单来讲 就是更上一层楼 比他爹那时候强了不少 同时呢 他本人就开始转型了 干嘛 他开始玩金融 搞投资 俗成干大事 他觉得 你正好人家讲到破港厂啊 太费劲了 一年说我营业额多少 我利润才 百分之十左右 哎呀 太少了 我去搞那个什么 企业里头入股啊 然后 他是2006年的时候 他成为了史玉柱的朋友 跟史玉柱投资什么民生银行啊 然后搞一些其他企业的重组 一些并购之类的啊 就玩一套东西啊 嗯 还行 每次都是大转特转 但是大家必须得知道 那是什么时期啊 所有人都知道 中国最大的牛市那个阶段嘛 他就赶上了 到了2008年的李肇慧 他成了山西省最年轻的首富 资产125亿 然后到了2010年 在这个胡润百富排行榜里面 他凭借100亿的身家 列第85位 那么肯定人家问了 说之前 两年前125亿 你这 这怎么现在变成100亿的缩水 你想想08年的啥时候 咔咔崩 对不对 到16年不崩变化人家更多 资产搜水很正常的 但100亿已经很强了 可以了 是不是 我觉得100亿和1000亿没区别 我从来都这么认为了 都一样 你给我多少都行 我都不挑 是吧 那么这时候他们海新集团 资产是150亿 他爹那时候是30亿 也就是说经过这8年时间 他把他的爹留下的这个 资产翻了五倍 同时呢你想想到这个时候 他这个年纪已经可以了 他1981年出生啊 他这个2016年的时候是29岁 他考虑要结婚了 那时候有一个新闻轰动了全国 就是他娶了一个女明星车销 在之前嘛 是他就看上这女的了 通过成龙的介绍 花了几百万钱吃饭 把车销给接上过来 然后呢一阵神醉 给大家看一下他俩头现吧 一阵狂追啊 终于给追上了 你说这里头这小子怎么变成那个寸头了 他以前留的那个头型他觉得不太好 是吧 不像一个那个正经人 现在是董事长啊 就开始换成这种寸头 蹭腿啊 完了这车销 这车销明星 大家一看他这个面相 你看他俩面相配吗 其实不太配的 但为什么呢 就有钱呗 说简单的就是有钱 车销这人啥人 我跟你说 这人你看他这样 基本上就能确定他家 背景就四个字 书香门第 是不是 一般就书香门第的那个家庭 就能培养出这样的女儿来 但这种女的我跟你说的最不好不知道 回头咱们再说他来的事 他取这个明星时花了多少钱了 一下子花了就婚礼花了五千半 你要知道 然后关劳斯莱斯也找了一百两 那场面老庞大了 别人去都是嘴里 他不是你来了我给你发力 你就这么狂 那时候很多人就不看好 说这个富二代取明星 基本上就是败家的那个前奏 但是我觉得吧 他这个败家还真不是说跟撤销有关系 不是的 他这时候呢 就是娶了撤销 虽然很多人不看好 然后两人依然结婚 结果不到两年时间 就2012年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离婚了 完事之后嘛 这小子又娶了第二老婆 程媛媛 跟那个谁 吴三贵那个有点像 程媛媛 就演一个什么黄金大姐案里的一个女的 展开结婚 他也跟他结婚了 但是这次婚就非常的底调 连哪天结婚都没有 不像第一次 二婚的都要低调 嘚瑟啥出来 是不是 其实这时候他的公司就已经不行了 2014年海新集团宣布破产 外债200多亿 当时不管咋的最高钱一百五十一 现在到签了两百多亿 然后他本人也遭到了悬赏通缉 赏金达到了今天的两千一百六十二万 创了记录 关赏金 为啥刚才说 咱不行 凑点人 咱就给他逮住 破这个案子 一下就两千多万了 关键是这个能不能兑钱 抓他难度倒不到 是不是 咱可以试试 到时抓住能不能拿着钱 我现在还是打个问号 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这是2021年9月15号 上海第一中院发布的 因为你看 14年啥的 闹他了好长时间呢 这个人他就欠了钱 他不还 最后就法院开始就抓他了 把他所有资产都准备之后 他就跑了 现在下落不明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 那有的人说 他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一点钱没有 无见的 只是他把海银集团给搞废了 在这个出事之前 他和他妹妹 两个人又去那个外面注册公司 然后从这个公司往外走 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个企业不行了 然后呢 个人资产还不是会少太多的 你比如说当时他最高一百亿 你现在咋也能剩个十亿八亿的 他不可能自己一点点都不留 是不是 任何一个富豪 他都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资产全球化 特别在好多地方都是购买房产的 投资那样的 在实在不行 你就古代都是整了大金子 一箱子银子都在深山楼里 那里挖坑的藏起来 谁不知道这种配色 哪有说他自己存干的那个清涨当产 一点没有的 个人钱还是有的 但只不过呢 这也太丢人了 所以说他在这个十十二年时间 蛮那么算十二年时间 把他老爹留下的这么大一个东西 彻底给干了 就被人们称之为 那个第一败家子 败家速度时代太快 他这个败家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后面去搞那个金融价 咱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是大牛市起来了 是吧 这个是最火的 你其实你就躺着赚钱 只要你赶整就行 把后来这边资产肯定要收水的 再加上关键问题 他是不断的从海星集团进行抽血 他搞啥搞投资去 搞啥那个入股去 你是不是从海星集团抽血呀 我也想搞去 我从哪来啊 我不没有啊 我也想小云强东 给我扔一千个亿过来 我不去啥 他是从那抽血 这样导致吧 整个这个海星集团 就抽血是很严重的 再加上后来这个钢铁行业的寒通 而且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是企业的管理 就比如说他他这个 常年在北京 他都不回山西了 他没有留在这个企业里面 然后还在绿书之类的 那里面好多腐败的事情 就大家想尽各种办法 那个 吃啊 偷啊 和这个集团 包括还有他下面 后来发生案子 有一些仓库保管员 几个人合谋 干走了四十吨钢铁 才卖了十几万 给钱就卖 那底下那些供应商 跟他合作的时候 全是塞红包 然后从里面偷东西 管理极其混乱 就把他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瞬间就给干洗碎 那么呢 咱们在这里面 主要说几个事 其实前面这些东西呢 大家仔细去看去 都能看得着 也就是说是一个简短板的 如果详细说他这个东西 那里说三天三夜 至少说个七八级 咱们这里说两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李兆汇他个人的能力 我们看到啊 他最开始接班的时候 不然人家看不上他 然后刚才还有人说 说白哥你说他也挣到钱 他在这个接手的时候 他老爹这个集团 那时候才三十亿 为什么他一接手变成一百五十亿了 你说他能力不行吗 他过去的特别是哈 大刀阔斧地进行那个改革 然后把企业内的所谓的元老 统统干了自己 自己大群在握 我告诉你讲 这根本就不是能力 因为他用的这些方式 都是咱们传统那个 宫廷内斗的方式 非常简单 你别看他二十二岁 他没有看过历史 是吧 他也没有那个工作经验 但搞这种东西 不需要你有任何经验 比如说像明朝的从真皇帝 那是谁 从真对吧 然后比如说康熙 所有人都是 你只要说我上位的时候 是明正眼孙 我必须得是正大位的 我不能是篡权上来的 不能是造反上来的 这种的 也不能说是你是那个傻的 你把自己哥哥给干掉了 那时候都不正 只要你正八经的登上这位了之后 你想干底下 所谓那些元老 那就是举手之导 特别简单 从真刚才魏忠贤就一个简神 就瞅他不顺眼 魏忠贤自己就知道一六六了 你像他上了咋整 他没怎么动 他把第一步让他说怎么样 他没有权利 啥都不行 说 我就买猴车 那你说你用公司这钱去买猴车 那是不是内部得批准呢 像他当时那五叔在那块 您坚决不同意 不同意 我就卖啊 你爸怎么样 他老妈不会开车 我都给卖一个 我就卖 没着 皇上就这样 我就扯你不大 你说我 我那个上朝时必须穿龙好 哎呀我就穿个大总裤上 你爸怎么样 穿个妥协 他没着 第一步就是干啥 先玩个性 哎我就坐 我就等人 你都没招吗 我是老大呀 你能给我干掉 你干不掉 然后呢 用元老里面的他们的敌人 就他内部 这帮人也有恩怨呢 超出一个来 看他跟他有仇 让他处理干了 他就是用那元老里的一个 然后在公开 那个开会的时候 跟他那五叔就对着干 就这么扔 然后把地方都给逼走了 您出去接手一个小煤矿 就是这个集团一小块业务给你 你自己 你也有汉马功劳吗 然后你出去开展 你自己业务行吗 你就别闻混了 毕竟这事 我是老大 企业是老爹的 现在我是老大 你算老几 我跟你说 就用古代的那套方式 你自己都不用动行 底下有很多人就往上贴 比如说他那五叔 他肯定是有仇人 有人看他不顺眼 或者有人想趋了待之 自己就往上贴了 你让他前面就欺啊 往死里咬 然后你在后面坐镇就行 都不需要使什么计策 这有什么难度啊 你说他有智谋吗 有智谋的话 你参加过工作吗 你很了解历史吗 啥不知道 一个小学生就回来了 干咱们古代那套东西啊 没有任何头脑 不要认为他们很厉害 特别精明 因为那套东西非常成熟 谁都会用 任何一个都会用的 是吧 咱们在现实中 你会看到很多人 我就不觉那个例子 年纪轻轻也好 一点经验也没有啊 只要你是正大位上的人 上去你就用这一套 手掐把腾 不是你个人能力的体验 是吧 咱们那套东西 对内就俗称内斗嘛 内斗那东西特别简单 比如说你看皇 皇宫那东西 好像一个个特别有智慧 实际内斗有啥能力量 不就那点玩 关键看外斗怎么样 内斗内行 外斗外耳 外斗不行了吧 瞬间就把自己干了 你玩投资玩集中 你干得过人家吗 从这企业夸发出血管 过去干去 那时候就看能力了吧 是不是不行了 干不过人家了 能力行 咋现在混成这样呢 在外面斗 你自己那套东西就不好使了 所谓的内斗的那些经验 那些套路 在外面人不管用 外面人不管你 不跟你整那一套 你给我放来一下试试 你在内部可以放来 你不让我买豪车 我就买那包子呢 对你跟别人放来一下 完了吗 醒个疼了 能力啥也不是 为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 这个富二代干大事 基本上都要死的 富二代是没有能力干大事的 咱们从这个 李正慧你就看得出来 说一个人行也不行 他能不能干上大事 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就是你之前干的干成的事 咱们现实中每一个人都是 你看行不行 一定要看他这辈子干没干成的事 他一辈子啥都没干成的 现在你给他一个摊子 他就能干起来 李正慧就是明显的例子 你看他之前干成过啥 嗯 22岁在他接班之前 啥都没干成过 学习啥也不是 成天在那块瞎逃瞎租 实在是不行了 给他送到那啥国外去了 他有过任何成功的东西吗 没有 一个人如果在他接手一个大事业之前 他没有一件事干成的 这个大事他肯定干成 不信咱们看看当今社会 你说小云也好 强东也好这些人 他们在年轻人时候 在没干大事之前 是不是都成功过很多次 干啥啥都行呢 只有这种人他才能干大事 不存在一个人年轻时候 这对什么什么不行突然一下干大事的 不存在的 他就这样的人 然后咱们再说他跟车小的这个 这个问题 车小书香门第 家庭条件那肯定是没那么强大 对不对 你跟土豪比 就是看他有钱 然后车小当时也是看中他一点 你看他除了总说 我觉得李肇慧他就是一个孩子 很多时候吧 在私下就一个孩子心 他没说别的 其实这事吧 恰恰就暴露了 他对李肇慧的这个态度 他也知道李肇慧这小子 一看就是一个王后子弟 傻乎乎的 挺憨的人 看这个项目特别憨 不是那种精 特别精明 特别坏的那种人 是吧 憨的人吧 他觉得如果说能为我所控就妥了 你看这个李肇慧在追他的书 那是各种傻 各种铁 他觉得是吧 我撤下我书相问题 那我看清啥呀 我真书打理 这种憨人 我刚才结婚之后 在我的点博 我套路之下 他一定乖乖的听我的话 那没错吗 就这人傻 实际上你们知道一个问题 憨人吧 确实都是这样 但一定记住不能给他大权 他在没大权的时候肯定是这样 你如果车小跟他结婚 你能把家里财政大权给掐上 他保证你能制服他 如果你要给他大权之后 他必烦 一定烦 李肇慧这人 你看年轻时候就烦 他爹好多次管 坚决不停 跟他爹讲嘴 在学校里不符所管 开公司接手之后 把家里把他爷爷全干掉 他那几个输入通通干走 就是烦 为什么烦呢 因为我有大权 我之前我憨 你们都看我特别憨 是吧 我一事无成 你们都说我啥啥干不成 我学习不好啥不休 现在我有大权了 我要让你们看看 我到底行不行 我要干大事 就是这样的人 憨的人都知道 千万不能给他大权 如果车小他能把家里财政大权 你拿下的时候 你看这个憨就集中了 他就一定的啥了 听你话了 你要给他权利之后 他会往死里做的 跟车小不得了年就离婚了吧 又娶一个吧 最终把他家产全给摆没了 他这人本来就不行 从小无论干啥就没成功过 突然给这个大摊子 他肯定要干碎的 所以说在现实中咱们看人 就能看得出来 比如说像李昭辉的人 其实一开始瞅他就这样 他不可能突然一下子就顶天立地 那些都是暂时的一些东西 要么运气好 要么吃老本 他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在吃老本的 比如说海新他揭露之后 为什么能快速的增长呢 还是那些老员工在 他没说一下全干走的 对不对 他把他那些爷爷啥呀职位撤掉了 那个摊子还在往前撑着 在下当时钢铁行业也是非常火的 那种铁房石多贵啊 还这么 顺着那市网上冲呢 所以说是起来了 你等这个大事没了之后 他还能干得住吗 干不住了 一个人在做事之前 你看他的历史 他干啥啥不行 现在无论有多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他肯定干不成 如果这种人你要给他全力之后 那将会是一个大浪腾的 一地计谋 李哲慧就是有明显的例子 如果他还了这二百亿 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好感 给你能改善 咱们中国靠他这二百亿来干啥呢 哎呀我的天 你太高亢了 你这么说他会很开心的 他还想东山再起 手条交后心 得了书经的指引 各位有在吃什么 有人的猜得到 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这是啥呀 矿物素维生素 四世代的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蓝色是这个男人的 粉色是女人的 补充身体所需的所有矿物素维生素 比如说皮肤 比如说精神疼 什么的 人家头皮蟹呀 这个爆皮什么的都补充 吃三袋一个疗程 所有的矿物素维生素都不急了 这是日本的 效果最好的 民意最大的 还有这个 这护肝片 就是熬夜喝酒劳累操心生气的人 必须得保护肝脏 肝脏不好的话 你不保护他那个危险很大 你们看我每天都吃 你像别人哪 比如那车小 那车小就带过那个啥 那个淀粉肠 他在直播里跟你说我吃了 咬了一口 结果别人当上吐下来吐了 让路线让人看出来了 我还在那边解释 哎呀我这个是明星 我这个是保持身材 我不敢吃 大家都不信嘛 你自己推荐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吃 是不是 谁信呢 你像白鸽不一样 我这每次是玩直播时 我都吃 都吃给你们看 你这东西不好我能吃吗 对不对 我也怎么熬夜 我也有时就生气 没吃护干片 还有这个啥呀 这是治疗治疮的 你现在市场上 你用的所有那些 拴呢玩啊 靠谱那些都是保持的 我告诉你 这个效果特别好 还有这个龙脚伞 这比如说就是你这些嗓子 像抽烟的 唱歌的 老师说话多的人 嗓子不好的人 还是你骗 当时效果就很好 那嗓子这个东西 你别想让它痊愈 只能是说 只能说是改善 是吧 还有鼻炎的 咱们有好多东西 都是我和白嫂 从日本去用皮箱给带回来的 然后卖美类东西 我们只能过后再去 所有需要这些的人 就跟白嫂联系 江湖里边12345 就拼音的缩写 狗HLB12345 平时你什么给人发信息啊 语音那啥 就那东西送锁添加 当然不止这些人 还有好多呢 比如说像这个 爱马仕啊 包啊 各种包 皮鞋 手表 皮带之类的 男是女是的 所有 咱就说二时候 你就知道啥意思了 是不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不太合适 我一直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办法 我现在再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刚那个用了foodshower 买哪个软件 我去了一张光盘 里头好多啊 有foodshower 超级姐爸啥的 用什么 Ella Twitter 一大堆一只盗帮 一大堆软件 一张光盘5块钱 完了说 人说不行 这盗版光盘有问题 说买那正版 我去了 我得了得了 我也想买个正版 我一问正版 你我告诉你 你猜多少钱 foodshower 4.0 4千8 5块钱 一张光盘十几个 正版的一个软件4千8 我听完他报价 我说4800元 对 我当时就四个大字 太过分了 那没有办法 好吧 所以说呢 跟您讲 所有这些 爱马仕 LV啊 什么的 通通都有 都是跟白色联系 一模一样 我跟你说 你看不出来 谁用它 贵员都看不出来 跟你说就真的 不会整得没用的东西 那谁要卖那么贵了 你这 当时又说了4千8 谁受得了啊 4千8 我一年会这么4千8 我上学呢 我一月一学期生活费 三千块钱 让我演那一张光盘十来个 才5块 你叫4千8 我当时就四个字 直接就那四个 你知道是啥 你一定知道 那四个是啥 你一定觉得 换成你也是这样 你不说那四个字 对不起了 你说他欠了5亿 这不好说 你刚谁谁不背点他 你现在你自己收了一百万的话 你要知道放好几个银行存 对不对啊 人家都少 买点这买点那 到处都存着 谁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这不过这个企业是吧 让他欠了二百二百亿的外债 这东西他不好弄 所以说他跑了 他现在露面的话 那就完了 跑哪儿去了 大概率来讲就是出国呗 谁都知道 全球配置资产 对不对 到处配置去 活是能活 他在想风光是不可能的 这种人你说他能不能 有没有可能 说闲鱼翻身 再创灰火 不可能 因为他这种人就没创过灰火 不信你就翻台历史 他在小事上 从来干啥都不行 他唯一倚仗的 就是他爹有能力 那时候 在学校可以租 封闭学校 照样门给你猜 对不对 我就租 为啥 有他爹招了他 但没他爹招的时候 几个小活动就修理他 是吧 他凭自己能力 他没干成过任何事 好多所谓的那些非养把裤 其实都是因为他后面有墙 一棵大树在保护他 他才那么牛 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 他啥也敢挣 你看 就要凭他个人能力 他干哪个事情干什么 小事就行 比如说一帮人 他跟五个人打游戏 他在这里面就贼了 也存自己技术力 不靠杂装备的 他也做不到 这种人就是干啥 啥不行 瞅着憨 瞅着憨的人吧 确实是这样 你好控制他 如果他真喜欢你 先听你的 就能控制住 你啥都听 但是一定得啥 你控制他大权 你用他大权之后 他会作的 他比正常人作多狠 因为人都有这个逆反心理 我瞅着就像一个傻蛋 我一个憨光 你们背后的脚我舌头 我都知道 那时候我羽 羽翼未封 或者他会理解为 天将大任的 我之前一切都是磨练 现在他老爹的突然离世 为了啥 正是他的崛起 我现在真龙现身了 我是一个金子 我现在开始发光了 他会这么认为的 我一定会干大事 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 以前你们小看我了 你们内心瞧不起我 为什么知道我是个 我是个奇才 越是不行的人 你给他大权之后 他越怎么干 而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硬头皮必须干到底 因为他喊嘛 他根本就不是那有头脑的人 没有能力 古往今来 但凡这样的人 无一例外都是这样 所以说从他这个身上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看那时候搞一些内斗 那内斗是啥本事吗 你看电影电视剧里 给描绘的好像一个个都贼聪明 有啥聪明呢 咱们在历史中 你看崇祯皇的17岁 上位往那时候一待 魏中邪就一个眼神 就没搭理他 老魏就知道咋事了 然后将文人给吹捧上天 哎呀这种什么那个沙发决断的 然后怎么怎么地的 没有那些东西 咱们古代的皇宫的那套内斗的东西 人禁接会 没有一个人不会的 你必须得 你用这颜顺 上大位之后了 那就太简单了 你先看这底下有的试人证 你就从他这个 在底下这帮人里面 你就滴了出一个 然后用他干那个 你在后面就给他当啥 给他撑腰就行 那那个自然而然就干不过他 为什么干不过他 因为他现在武叔 你在那程度咬他干 那就是干不过 他自己都知道都会退 他下面那帮人都不支持他了 放出一条恶犬来咬他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恶犬的主人是谁 主人在那看 主人是正牌的 大位的人 别人就都撤 很简单 不需要什么智慧 然后你出现在外斗去 你看能不能斗人家 让人干洗嘴巴 跟谁干去 你那套放赖的东西 出现挨大嘴巴了 王思聪正来起来 他不是 至少他老爹还能撑着 他这个有个问题啊 就那个李肇慧 他是他老爹突然就是出事了 没有任何准备 你像这个老王那是 那肯定是有准备的 有准备的就好很多 再加上王思聪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年龄很关键 李肇慧他才二十多岁二十二 不行 一事无成 虽然说王思聪也是一事无成 但是年纪大就会好很多 假如说他四十四十五五十他老爹挂 假如假如 别说我那个啥 别说我造勇 假如他老爹在他四十四十五五十岁前挂 他好很多年纪大一般不会太差了就 经历事多就好了 就怕这人吧这辈子一事无成 干啥啥不行的人你给他啥机会都不行 就是干事吧不看事先看人 这人行他干啥事咋的也能整差不多 如果他不行多好的机会在他面前 他都会给你整七岁的 因为他人就不行他的思维他的想法 就不是正道的玩意 他就会瞎着 你要说他不行他会跟你激眼 跟你硬杠 整到底 不涉及任何管理能力 咋有什么管理能力 你玩古代那套东西需要什么管理能力 需要什么智慧 他没用的玩意 一个个的好像老谋神算似的 二十二十岁的小孩一样 你自己看看他内斗的那个过程 就是古代宫廷那套玩意 三国演义啊 什么那个各种电视剧里面 汉谷大地里的一模一样你就去吧 谁都会 那都属于就套公式就行 再翻看别人的是不是都这样 你想玩古代那套东西 就是刷夹把那 还需要有智商 真正的智商是你带领着团队 跟外面人屡战屡胜 那才是厉害 好好 在内部就跟他宋少师玩自然可能的了 老能的了各种阴招 好像都聪明绝顶 你告诉我他前期搞金融 这那几十亿那钱哪来的 那不是他从海星抽血过去的吗 那最后那钱呢 那就跟玩那个啥股票似的 纸上富贵 你现在呢 你不是从海星抽血的 海星不那么抽血的话 能能现在负债两百个亿啊 你赶上那个时代掏了一下 然后后来突出回心那算呢 你看看真正成功人是一时就是掏的一下子吗 运气好掏一下子 然后以为自己能力很强啊 你看看玩股票的人 多少人说玩了十年都有最辉煌的时刻 那是厉害吗 你最终厉不厉害很重要的 不是一时我掏着一下子的事 哎呀我当时我这个这个卖了我 我退出就好不玩就好了 都这么说 有几个退出的 有几个全市退的 刚那晚谁谁退出来呢 只剩富贵而已 就跟上澳门娱乐城似的 夸夸在那拍大小似的 拍了几把以为自己很厉害呢 白鸽掌把他救出来 关键是钱能不能 对这问题在这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这 并不是给他救出来的 咱使得近三年五年呢 哪十五年时间 到处找差不多 我很有信心 但是说拿到这个钱 我就没信心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例外 这里的东西最好看 在这一段时间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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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